大家好,我是馨月 家里面的红豆呢,平时都是用来煮粥或者是打豆浆来吃 今天呢,就教给大家一个独特的方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出国营养又美味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查案点赞三秒钟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红豆的新做法吧 首先呢,根据家里面人口的数量 准备适量的红豆 我们先把里面坏的给它挑选出来 如果里面有坏的话 做出来的食物不光影响美观,更会影响口感 吃上去还会发苦 斩干净红豆以后,我们给它倒在一个大碗中 这个红豆呢,在出厂的时候 表皮会残留一些脏东西和灰尘 我们需要先倒入清水来给它淘洗一下 在清洗红豆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手使劲地去搓洗它 避免把外皮给它搓坏掉 里面的营养物质呢,就会流失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小漏勺 只需要轻轻地给它搅动几下就可以了 因为红豆的表皮呢,是非常光滑的 我们轻轻地搅动几下 上面的脏东西和灰尘就会自动地脱离到水中了 清洗干净以后,我们把红豆给它捞出来 放在另一个盆中 先给它放在一个大碗中备用 下面呢,准备一个好看的电水壶 提前烧上一壶的开水 水开以后,我给它倒在红豆里面 红豆的外皮呢,比较硬一点 我们如果用凉水来泡红豆的话 时间会特别地久 所以我们选择用开水来泡红豆 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 只要这个开水能淹没住红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一个盖子 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红豆呢,现在已经浸泡一个小时左右了 因为我们是用开水浸泡过的 现在红豆呢,已经估计变大了许多 红豆吸足了水分,喝得饱饱的 用手轻轻的一年,这个外皮呢,就可以脱离掉了 像这样呢,就说明这个红豆已经泡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把泡好的红豆直接放在蒸笼里面 蒸笼里面提前铺上轨胶垫子防粘 我们尽量给它摊得薄一些 这样会更好熟透 盖上盖子,蒸15分钟左右 准备一个大盆,在里面加入一斤的面粉 这个面粉呢,选用普通的面粉就可以了 因为是夏天嘛,天气比较严了 这个酵母粉呢,只需要加入3克就可以了 加入5克的话,发出来的面就会发酸的 加上2克食用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加上3勺的白糖 促进酵母粉的活跃性 在里面加入266克的温水 全部给它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来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的时候,我们可以顺着一个方向去给它搅拌 这样会更快的让它形成一个面团 搅拌到没有什么干面粉的时候,像这样就可以了 在里面加入15克食用油 这个油呢,一定要选择熟油 这样味道呢,会更小一些,会更加的好吃 如果没有熟油的话,我们也可以换成味道大一些的生油 选择花生油或者是调和油都可以 最后呢,我们给它搅上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即使粗糙一点呢,也没有关系 只要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让它找一个太阳,紧发至两倍的 这个红豆呢,现在已经完全整好了 我们用手像这样轻轻的一年 就可以成粉末状或者是泥状 像这样就说明正好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趁热在里面加入两勺白糖 不喜欢吃甜的呢,可以多放一些 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红豆上面都均匀的粘锅上一层白糖 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我们红豆刚刚蒸好 这个面团就已经发好了 因为现在天气呢,是比较热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团的 启发的还是非常好的 已经发了满满的一大盆了 而且表皮呢,都是这种丰富的蜂窝组织 然后我们在上面撒上一些干面粉 防止粘手 我们把这个面团给它取出来 案板上记得多撒上一点干面粉 防止粘粘 然后给这个面团揉面排气 把它的空气全部排干净 我们全程揉个两三分钟左右 把这个面团揉回向原来的大小 而且表皮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光滑的状态 说明里面的空气呢,就已经排干净了 然后我们给它揉圆 揉成一个圆形 上下呢,多多撒上一些的干面粉 我们给它擀成一张大饼 我们把这个面团呢,擀得大一点 擀成一个圆形的,或者是方形的大面饼都可以 具体的大小形状呢,根据你的案板而定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就可以了 擀好以后呢,我们把红豆均匀地给它撒上来 铺在整个面皮上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从底部向上卷起 我们也可以给它边沉边卷 这样它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最后我们卷到边缘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在饼的边缘位置给它刷上一点的清水 这样呢,会更方便粘合 刷完清水以后,把面片卷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钻的更加紧实一点 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下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层次 是非常的丰富的 准备一个模具在里面铺上油脂防粘 我们在这个模具的四周呢,涂抹上一层食用油 这个油呢,可以选择熟油 这样味道呢,会更小一些 它可以起到一个防粘的效果 我们把生坯给它竖着放进来 下面在碗中准备一个鸡蛋黄 利用一把小刷子把蛋黄叶均匀地刷开 在生坯上均匀地刷上一层蛋黄叶 永远更加丰富的同时呢,也更加好吃 而且从外观上来看呢,也会更加的美观 均匀地刷完蛋叶以后 在上面放上一点黑黑的白芝麻作为点缀 又香又好吃 这个芝麻呢,我们可以多放上一些 反正是自己家的,又不要钱 最后把生坯醒到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蒸烤箱里面 选择蒸汽烤模式定时40分钟 温度呢是210度 现在呢我们的红豆面包就已经烤好了 看这个表皮的颜色呢是金灿灿的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用手指像这样轻轻地给它按压下去 可以立刻弹气 像这样呢就说明这个面包已经完全熟透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倒扣过来想办法脱模 这个大面包呢闻上去是非常香的 我们像这样使劲地用手去按压 说明它的松软度真的是非常的好 现在闻上去呢是满满的红豆香味 而且颜色呢看上去金灿灿的特别的好看 大家看到还有着拉丝的感觉 口感香甜又好吃 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白开呢还可以看到里面的红豆馅料 是一层一层的分布的非常均匀 咬上一口就可以吃到香甜绵软的红豆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 那就赶快来试试吧 创作不易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连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常美食视频 我是欣悦 我们下期拜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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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